原标题,德媒惊叹中国发展成就,一系列巨变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参考消息网10月25日报道德媒称,中国人正迈向他们的小康社会,这里没有人在骂全球话剧德国,明镜,周刊10月21日报道,西方曾流行的一句口头原标题,德媒惊叹中国发展成就,一系列巨变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参考消息网10月25日报道德媒称, 中国人正迈向他们的小康社会,这里没有人在骂全球话剧德国,明镜,周刊10月21日报道,西方曾流行的一句口头禅,即以前的一切都好,但是这话在中国几乎从没有听说报道称,人们可以把难以置信的中国统计数字用一个最高级来概括总结,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好的改善生活报道称, 1981年,还有8亿多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平均每天收入1.9美元以下,这一数字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将近90%,而今天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剩下4300万 现在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小康社会,自2006年以来,工人的小时工资已经增长三倍,从1.2美元增长到3.6美元,高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并且将很快达到葡萄牙,4.50美元的水平 中国人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呢?也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2016年,中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 从2008年以来,已经建成整整2.2万公里的高铁线路 在这些公路和铁路上,满载的货物运往中国的港口中国人正迈向他们的小康社会 这里没有人在骂全球化资料图片 9月21日,一列复兴号列车驶出北京南站新华社记者李贺社 9月21日,一列复兴号列车驶出北京南站新华社